而且我对睡眠真的 像刚刚讲的这些 我非常有感受 因为基本上 如果翻一个小时 是我觉得很棒的状态 哈 听懂吗 是我觉得 哇 我今天睡眠超好 因为基本上 我一定会翻到 三到四个小时 太恐怖了 然后我连续二十天 都只睡两个小时 二十天 对 然后那两个小时 都是很浅眠的 然后重点是我 还是有持续在工作 所以变成是我每天都很累 日复一日 一直恶性循环 对 然后我很累 然后每天晚上 都是属于那种 好像快要睡着 但实际上就是没有 身体就是没有办法 生成睡眠 真的就是没有办法 生成睡眠 你说我脑袋有在想事情吗 因为后面我已经累到 其实我脑袋也没有在想事情 所以那时候 我就才决定去看医生 而且我还严重到说 因为我二十天没睡 然后我就发现 我怎么有一边脸麻麻的 然后上网查 然后就发现 他说脸麻有可能是什么脑瘤 什么的 然后我就自己很紧张 然后幸好我去看的时候 医生就还把我的手举起来 然后就发现我手超抖 然后就说 我已经因为睡眠影响到 所以是 自律神经失调 是 对 所以那时候才真的去看医生 然后 医生就开药物 才慢慢的好转 就是我脸麻跟手抖的部分 嗯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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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